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37回 行李身形一晃 翻起异象的两只手掌一握 赤手空拳的冲高空两道雪垫 呼呼直响啊 两拳倒去 黑白分明的拳头 还没有真的接触到雪垫 却默然幻化出数倍大小的巨大的拳影 一只灰蒙蒙的 一只五色光叶流转不定 同时发出了螺旋般的巨大的拳押 仿佛将附近的空气 一下子都压缩输于一点 轰轰两声巨响 耀日光芒大放之下呀 韩力两只手臂上的长袍 瞬间化为了灰烬 而拳影和闪电却在爆裂中同时 飞灰烟灭 韩力一个亮相 从空中坠落而下 他马上的身形一挺 重新就站稳身形啊 并抬头看向了远方的血胶 目光呢是冰寒异常 竟然似乎丝毫损伤都没有的样子 血雾中的血胶倒吸了一口氧气 再也没有办法掩饰心目中的那种骇燃了 这个时候 高空血云在放出了闪电之后 仿佛耗尽了能量 片刻的功夫就溃散消失了 怎么 你一定接下了我十二成的天罡血雷 不过 此神通我还未真正的修炼成功 我只要修为再深一层 就可同时驱使四波血雷 无论如何 你也不可能再接下来的 雪胶虽然说惊讶无比 但是呢 还是有些不甘 寒历听了这话 目中蓝芒一闪 没有回话 却身形忽然一晃 在一股清风中消失了 下一刻 血雾上空 狂风一起啊 寒历身形诡异的随风险现 同时 数十道金色剑光 狂风暴雨一般的击舍而下 剑气纵横之间 附近虚空 都是一阵阵的翁鸣作响 一道道白痕交叉闪现 瞬间呢 将整团的血雾都淹没进了剑气当中 在如此多剑气的搅动之下 里面模糊的身影 瞬间就被斩成了无数碎片 但等血雾都被踢得溃散一空之后 原地呢 这空空如也 哪有雪胶丝毫的尸体 汉里微微一愣 还没有来得及四下一扫的时候 雪胶的狂笑声突然从百余帐外的高空中传来 哈哈 既然你接下了天罡雪雷 雪某自然不会冒险和你再争斗下去的 但只要我回去回禀此事 我家主人一定对阁下大感兴趣 当那个时候你我再次见面的时间不会太长的 汉里急忙一抬头望去 只见声音发出之地空间波动一起 一道淡淡的血影一闪而出 随即呢 通提雪光一闪 一下子就化为了一道血红击射而出 也不知道这雪胶啊 施展了什么诡异的顿术 雪红呢 竟然能在飞顿中施展缩地术一般 顿光看似平常 但是每一下闪动过后 雪红就一下子横跨百丈之远 直至几个闪动过后 就到了天边尽头处 再一闪 就此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种顿速即使是汉里全力发动风雷翅的威能 也不过如此啊 汉里脸上一丝惊讶闪过 身形浮在半空中 却最终没有追过去 扮上之后 他忽然呢 两手一抬放在了自己的眼前 只见原本晶莹白皙的两只手掌 此刻一片淡黑 并隐隐的有一股焦糊的味道传出 汉里目光闪动之下 沉音不语 这位血骄绝对是他所遇到的 一切人妖中合体七下的第一人 那真要是和对方生死一搏的话 他纵然还有许多杀手锏 胜率也不会高于七成的 对方施法的这种叫天刚血雷的神通 实在是威能太大了 而且食物的宝物 似乎根本无法防御的样子 否则在被对方用此雷攻击的时候 轻如风云剑不会丝毫作用不起的 而且听对方所说 此中神通惊人 还未完全修炼成功 这怎么能不让汉里心中是方滚不定呢 不过最让汉里这脸色不定的 还是血胶口中生生所称的主人 不用问呢 这等存在根本不是现在的他所能够对抗的 汉里虽然说心中大感疑惑 自己何时招惹到这种可怕的敌人呢 但是现在也没有闲情意志细想此事 必须返回地上才行 只有回到地面上 有那些非灵族的长老在 想来这名大敌也拿他没有任何办法的 汉里心中片刻就既定好了一切 当地一回头看了一眼仍在和巨大章鱼激战中的三人 目中寒光一闪 一下子化为雷道惊鸿 本下方击舍而去 正勉强压制住章鱼妖物的雷兰三人 只觉呢 眼前金光一闪 接着无数道金色渐气 密密麻麻的从空中一路而下 原本凶恶无比的巨型的章鱼身躯 脸红的石鱼坑 硕大的触手 几乎在一瞬间的就斩成了无数截 一股血腥之气立刻四下散开 金光一脸 汉里身形在一堆碎肉上空浮现 一扫雷兰三人之后 冷冷的说道 给你们点时间 将明艳果摘下 然后随我马上返回地面 超过此时间 我不会等你们任何一个人的 汉里的话语仿佛呲吼 感情都没有 听到汉里冷酷的话语啊 雷兰三个人自然看出 汉里绝没有说笑之意 惊讶之下 不敢耽搁地 纷纷飞到了那几棵明艳果树下 各夺取出一个墨匣 将几棵成熟的明艳果摘起而下 其中啊 星晓更是乖巧地将其中一枚装好后 双手将木匣捧给了汉里 汉里没有客气 刨袖一抖 星匣飞捡过后 木匣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个时候 雷兰和白碧二人也分别地收好了明艳果 回到了福建 走吧 路上不要有任何的停留 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返回地上去 汉里沉阴了一句 身上青光一起 化为一道青红 腾空而走 他竟一句废话 都不愿多说呀 白碧等人不知道 汉里为什么会变得 这么急于离开地缘 但也猜到 此事多半和顿走的血胶有关 连深不可思的汉里都这般模样 他们更加的忐忑不安了 不敢落下分毫 雷兰等人催动动光 纷纷地紧跟了上去 一行人眨眼之间破空远去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三w.t85.com 两天之后 迪恩三藏了那幢木炙的大殿当中 那朵金色的巨花 仍然在上面的黑影女子 正在单手拖着下巴沉阴着什么 此刻的大殿中 除了旁边两名一身绿衫的侍女外 再无其他艺人了 突然店门外一道血光激射而来 光芒一脸过后 一个娇手人身的血色妖物 放跪在大殿当中 正是那名和汉里刚刚交过手的血骄 拜见主人 是你啊 事情办得怎么样 有没有将那几个人杀掉 把精魂取回来呀 女子目光在血胶身上一扫淡然问道 骑兵主人 血毒无能 没有杀掉那些人 血毒低头说道 哦 这么说 这些人真有问题了 女子没有生气 反而一下子感兴趣起来 是的主人 其他的人倒还罢了 这是普通的灵将级非灵族人 但是其中一人 竟以灵将修为 应接着小人实诚的天罡血雷 并且用肉身 成熟血和明真一击 并反弹而开 主人先前已经有过叮嘱 若有不妥 立刻马上回来 禀报此日 故而小的一击不中 就回来复命了 血毒清清楚楚的 一一的讲述了出来 哦 能接下天罡血雷 肉身反弹 我的明真 金花上黑影 虽然早知道 自己会听到一些 不同一般的消息 但还是被血雷的话语 给经历一下 不错 不光如此 这个人顿数 也极其的惊人 还身怀其他几种大神通 小的就算全力以赴 多半还是落败居多呀 血雷迟一理想说道 其他知识倒还罢了 世间神通万千 生计几个逆天神通 能接下你的天罡血雷 并不算什么新鲜的事 但以灵降修为 就能用肉身 反弹你的明和神针 这可就不同一般了 说明此人肉身强横 已经到了极点 正是最佳的祭祀解释 很好 我们最后应该准备好三个集体解释 现在才不过找到了一个 我正在为此发愁呢 女子的话语中竟然有了一些欢喜 主人的意思是 我 我自然会亲自出手 将这个人生擒了回来 用来当作最后一次祭祀的解释了 女子口气阴森了起来 可是主人 这个人不是地血大人想要的人吗 血焦忍不住的提醒道 他通过其他渠道早就知道了此事 地血老怪明日想要灭杀这些非灵人 实际上应该是冲着他们的阴魂而去 多半是和阴险鬼翻有什么交易吧 我只想要这个人的肉身和地血的目标并不冲突 有何忧虑的呀 女子冷声说道 竟将血袍人的目的才得齐齐巴巴 主人明见 血焦有些恍然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过去 血焦 你也跟我传送到第二层 一起追上这个人 遵命 血焦弓身硬道 站起来深 而金色巨花上 黑影一闪 女子带着模糊的黑光 鬼魅一般的一下子站到了血焦旁边 三手一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 顿时一片漆黑如墨的光霞 从女子身上喷出 一卷之下 就将二人呢 都包裹在了其中 一个闪动 二人就骤然 在黑霞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另一边呢 在韩力全力的催促之下 雷兰等人 只花费了一天多的功夫 就顿出了以前数日的路程 仍然在一路狂顿不停啊 好在路途上 一些危险和妖兽 早已经被扫荡过一遍 路线呢 也已经熟悉 无需再多考虑和分神什么 但就是这样 如此强度的日夜前进 就算白币秦晓等体内灵力 着实消耗不少 大感吃不消 但是三个人一看 飞顿在最前面的韩力 一直脸沉似水的模样 心中呢 一阵发虚之下 也不敢有丝毫的抱怨 只能咬着羊 继续的坚持下去 又过了一天之后 当前边一片沼泽出现之后 黑风狂吹不停的二层出口 隐约可见了 韩力心中微微一松 不禁的轻吐了一口气 但是毫不犹豫的带着三个人 进入了其中 半天之后 韩力等人在第一层的山谷入口处 重新的出现了 这个时候的韩力却做出了一个 让雷兰等人大为恶然的决定 这边我们分开走 你们几个人也不要在一起 从不同的路线 全力的往地面出 一出了山谷 韩力默然了一下 突然冷冷的说道 什么 分开 含兄 哲学位置呀 白痞一惊 雷兰和秦晓也脸色微变 怎么说呢 事到如今 别不瞒你们了 我们可能被一名地渊的妖王级别的存在 给盯住了 我就算是有些神通 也根本不可能是这种存在的对手 虽然说不知道对方会什么时候追到我们 但是分开的话 对方会多半追我而去 你们逃回地面的几率会大上一些 而我没有了你们的牵挂 也可全力飞盾 同样有逃命的机会 再一层的话 应该很少有东西 还能对你们造成威胁了 韩力阴着脸解释了几句 啊 妖王级别的存在 这种可怕的存在 怎么会盯上我们 我说 韩兄 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刷了一下 紧晓的脸上 苍白无险 我怎么知道其中的缘故 但该说的都说了 小命是你们自己的 信不信 他就有你们了 但最好呢 还是马上分头动身的好 说不定下一刻 对方就会追过来的 韩力目光一闪的说道 雷兰三个人啊 不禁面面相觑 但就像韩力所说的 这小命可是他们自己的呀 不管韩力所说是真是假 但既然如此说了 这三个人也只能当此事是真的 而且看先前 韩力如此谨慎的模样 的确不像是威严所听 故而在 韩力率先破空飞走之后 雷兰等人无奈之下 也只能一言的 从其他方向顿走 按照韩力所说 只要能够回到地面上 他们就应该安全了 一道青红 在一片荒野风驰电车 顿速之快 仿佛雷霆闪电 只是几个闪动 就从天边一头 诡异的出现在了另一端 而且整个过程还无声无息 丝毫的声音都没有发出来 地下即使有些妖物妖虫 发现了空中的顿光 但也根本追之不及 只能眼睁睁的目睹 青红瞬间不见了踪影 青红中的韩力 却一边全身凌厉流转不定 一边呢 两手各抓的一块极品灵石 源源不断的补充着体力 当年的万年灵夜 早在偷渡灵界的时候 在空间节点中消耗一空了 如今纵然极品灵石 珍惜异常 为了保持体内充足的灵力 他也顾不得浪费之说了 哈利在第一层和其他三人分开 他是迫不得已之举啊 先前对雷兰等人所说的言语 虽然大半都是真的 但是却隐瞒了一点 就是他隐隐的觉得 先前遇到的那些妖物 似乎都是冲着他本人来的 而对雷兰等人不太注意的样子 此种情况之下 的确是分开而走 雷兰等人呢 安全得多 他护着天旁族的两位圣子 都找到了明艳果 并送回了第一层 他也算是尽心尽力了 下边之事 那就要靠这两位圣子自己了 而他要为自己的小命着想了 飞行至今 他虽然说还没有发现 附近有什么异样出现 并且距离地面入口 也不太远的样子 但是 韩利仍然是不敢丝毫的大意 顿光不但没停 反而在他喷出了一口精血之后 让清光中隐隐的带着丝丝血色出来 顿速也因此又快了几分 对韩利来说 损耗一些元气 能避开一名合体级别妖王的话 那自然是绝对的明智之举了 但是 当清红在一层一口气飞行了大半天之后 顿光中的韩利突然面色大变 漠然扭头朝后望去 只见 在身后的天边处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片黑色的霞光 直奔他这边滚滚卷来 只是一闪就拉近了小半距离的样子 韩利的脸色一下子难看异常 波及多想之下 背后双翅同时一亮 瞬间呢 就化为了一道清白细丝 激视而出 一晃就到了百余掌外 此刻的他再也没有任何的隐藏 将风雷翅的威能彻底的激发了出来 一声轻移从黑霞中传出 听到韩利耳中却清楚异常 犹如有人呢 就在耳边发出的一样 韩利心中一沉 头也不回的 狂吹背后的双翅 清白细丝 甚至发出了滴滴的肩鸣 顿光所过之处 在虚空中留下了一道细细的白痕 仿佛呢 要将附近的空间直接洞穿一样 一个女子的声音传来了 就是前边那个人吧 果然有些神通 她既然被我追上了 若还能逃掉 那可真是天大的笑话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还人修千传》第938回 《还人修千传》第938回